Hello guys 对 又是我编达 那么今天的话 又是给大家一起 咱们的这个方舟 智商进化 是吧 那么今天我们打算呢 在这附近找找 看有没有 一只牛龙啊 真的是牛龙啊 我的妈 怎么办 是牛龙 是吧 是牛龙不要着急 是吧 我们从这边上去 上到小高山 跳好 nice 他洗定了 牛龙兄弟 走你 哎 好 哎 好 这就是人类的智商 与世界的较量 好 跑 战术撤退 不过不要着急 是吧 不过不要着急 我们呢 这个我们给他点时间 他能撤多远 是吧 好 这边还有只迅猛龙 迅不了那只 我们能迅这只 这只跑得快 是吧 还有只野猪 往前挪一点点 这只野猪也可以训吧 跑得好远 哎 训不了那只牛龙 咱们也能训野猪吧 是吧 哎 讲道理 哎 好 错中他了 哎 没反应 这傻逼吧 哦 呦 加攻击野猪 不错 是加血吗 难道 哦 回来了 这傻逼 哎 回来了 这牛龙 是吧 好 你看 撤退了一阵子 他就回来了 哎 别着急 是吧 我们我们给点时间 是吧 琢 琢 他不加眩晕 不着急 野猪再怎么也是宝 野猪也是野味 对不对 能吃的东西 咱们都不能放过他 哦 牛龙又回来了 你看 哎 你看这智商 哎 你看 我就知道这智商提高了吗 哎 只要你不管他 是吧 他回来之后 哦 卡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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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nice 宝贝 哎 野猪不睡 我不睡 我是兔头 小宝贝 好 就决定是你了 这把肯定训好了 这把训不好 我把他屌多了 哎 问题不大 出了点差错 但是不要慌张 但是不要慌张 嗯 这只野猪 完美的卡住了 这只牛龙 让我们有机可趁 是吧 趁机作乱 左右为难 这野猪还在下面呢 有点晃啊 这怎么还不倒啊 哎呀 老哥 你你这能快一点吧 没石头了 怎么卖 这只 跑了 跑了 咱们也跑 不着急 哎 是吧 回来让 让他发现不了 咱们 仇恨值减低 哎 这就好了 来猫猫 猫猫快 把你身体上的肉 贡献一点给我 好 耶 好 耶 这什么呀 嘿嘿嘿 哈哈哈哈 终于训到了咱们的牛龙 这就别着急 咱们要不要看好附近的这个形式 这是野猪 没死吧 没死 好 加油小宝贝 月亮不睡 我不睡 好 魔教中人 这波已经 胜券在握 是吧 基本上胜券在握 所以说我们有这只龙之后 基本上可以进入我们的铁器时代了 是吧 好 这就很棒了呀 好 那我们看看 牛龙兄 牛龙兄 学会的不错 是吧 加点血 加点血 好 好 害羞的撒了个娇 是吧 你撒你个 你撒你个香蕉皮 叫撒娇 揍他 男人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还撒娇 黑 一拳过去 真男人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好 不着急 又听到了讨厌的讨厌的声音了 这种呢 是咱们的这个 小风风 走 但是你能烧他 是吧 你能把它烧死 底下还有 活的吗 活的死在 活的 不要 不要这玩意 好 不着急 我们先把这个搞定 咱们有牛龙了 现在是八十几 训养肚鳞 不是他不吃肉吗 不吃肉 你吃什么 等等我裁点果子给他吃 拉不拉屎啊 讲道理 我都看看 我平时有拉屎吗 他应该不 不喜欢吃这玩意 哎呀 龙优点 其他兴趣爱好 这属于正常现象 是吧 好 哎哎 这 这 这就非常难受了 是吧 这这这 马飞 这是你吗 马飞 上两集 这一个猪脸 这让我这个吓得够呛啊 马飞 啊 是吧 马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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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是不是 上击猪脸 被他吓得够呛 干我的妈 毛毛 毛毛怎么 怎么飞死啊 毛毛 揍他 怎么飞死啊 毛毛 你怎么被他们打得这么狼狈啊 不行啊 毛毛 你有干他 想什么呢 是不是 真我呢 给是跳起来 就是给他一圈 好 下集的话 咱们看看 能不能把这只马飞给他抓了 就有点 有点难受 好 那这只叫什么呢 这只给他起个名字吧 哦 训了75%了 哎 内瑟 内瑟瑟 内瑟瑟 内瑟瑟瑟 嗯 想想啊 嗯 等我训好 第一个就把你弄死 马飞 是吧 给我记住 这只 这只很聪明啊 他会战略性撤退 你知道吧 这只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给他起一个稍微比较聪明点的名字 是吧 我想想啊 嗯 想想啊 叫光头强 不合适 凑一起就熊大熊二砍树了 好 叫光头强 等等 他男的女的呀 公的母的 丑业 死的 死的 女的是吧 女的 女的 看看 女的叫什么 叫叫叫女的 叫牛龙 这牛龙非常聪明 牛龙非常聪明 就叫牛翠花吧 就是怎么样 牛翠花 名字不错 是吧 接地起 哎 牛翠花 哎 一听就知道 这名字不是一般人能起得出来的 你洗定了 马飞 我跟你讲 马飞在这边 已经失去了 他的重要的地位 丑业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把肉放进这里来 驯服他 这是蚂蚁吗 怎么看见我就跑了呀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把肉放在 欧剑来喂他 这玩意你能驯是吧 生鱼肉 这玩意吃鱼肉 不是你吃香蕉皮鱼肉啊 你吃鱼肉 我都不吃鱼肉 你吃什么鱼肉 你你想太多 你是不是想太多啊 你你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太多啊 好 这个 其实有点饿了啊 这个 我们并不喜欢杀生啊 不过他 他这种 这种吃鱼肉的就很过分 好 这个东西没没没吃过 所以说我决定尝一下 非常过分啊 他要吃鱼肉 大过年的哪给你整鱼肉啊 好 好 含泪吃两大碗啊 好 好 这个我们本来并不喜欢杀生啊 因为大动物 这大自然都有他的法则啊 是吧 这个不要随意的去这个对吧 去去去去改变这个大自然的法则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的牛龙兄弟呢 已经 已经好了 OK 好了 牛龙兄弟 血量不 血量不错 是吧 血量挺多的 血量不错 好 牛龙兄弟 他打我 他打我 牛龙兄弟 他打我 他打我 对他 好漂亮 对他 干他 好的 干他 对 大力钢他 对对对 打他呀 牛龙兄弟 你怼他 慌什么 漂亮 好 他打我 刚才你们也看见了 什么东西 我中毒了 这蚂蚁 这牛龙 没有范围伤害啊 这节奏有点不大对了 哦 好 哎 牛翠花 哎 是吧 既然他是母的 就叫牛翠花吧 我训的东西 怎么这么多瓷器呢 好 工具人 牛翠花 登场 工具人 牛翠花 登场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训了一只牛翠花 是吧 过来跟毛毛一起做个队 下次我们一起移民到海岛 好吧 一起当给你们移民到海岛 牛翠花这个手 哎呀 握手啊 握手 牛翠花好像长高了很多 是吧 牛翠花耐力不行 这怎么就耐力不行了呢 这不对呀 这耐力 怎么就 翠花 你这 这耐力就不行了 好 嗯 高大为猛的牛翠花 好那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冰涛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如果说你非常喜欢 请点赞 你要订阅赞 是我做视频动力 那么至于咱们的这个 方舟 哎 方舟 生存 进化 就到这了 哇 好 卡住了 刚才关系不大 是吧 哎 好 那么今天咱们的这个方舟 这个野味进化 就到这了 我是冰涛 欢迎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